这个呢 潭城 潭城 老唐卡 但很小 我觉得蛮好看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瑞士山里巴 我们现在来到了特别农村的一个小村里 阿尔伯格 这是特别古老的一个木桥 它的二手市场就在这个桥上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个桥上去看看 能逃到什么好玩的 走 位置是在伯尔尼州和比尔州的交界处 这个地方呢 属于比尔州 然后呢 这块呢 其实周边呢 很多很多农民 很多很多农场什么的 所以你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 然后发现每家每户都在卖什么 鸡蛋呀 牛肉啊 牛奶呀 然后苹果呀 咱不说别的吧 就在这个桥上看看底下这个河 也是一种挺美的一种享受 你看看当地的这房子都特别有特色 是特别古老的那种瑞士的传统建筑 它毕竟是个二手市场的 所以就是基本上村里家家户口都出来摆摊了 好 这个吧 是景德古瑶 匈牙利的 非常有名的 这个小的也是 这个放在一起的 这个小花瓶很好看 这个就是梅瓶嘛 就是那个匈牙利的那个瓷 黄牙瓷的 好看 问问他多少钱这个 15块钱 他真便宜啊 这好好看啊 小梅瓶 要吗 咱们再看看啊 在桥下边然后就是河 特别治愈啊 那个景色特别漂亮 怀表 老怀表 哇 这个印章啊 这是古代的那个 就是显赫的家族 他们会往上面刻一个自己的家族的印章 这是 全是 这是一块老表 非常帅 好漂亮 还有那个平红针的那个纸针 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是绘画工艺的 这也是这种老实上显的 这种老实上显的 这种老实上显的都会 特别糟的 都没得到 这些 没得到 时间 好帅 好帅 看了吗 这真 上来显出就是 这是巴黎的品牌 看这个表 漂亮极了 就是结婚的纪念 当时结婚的纪念 看了吗 就是当时是这一对 这一对人结婚的纪念 那时候也是那时候的富二代或者皇家回宿 对 这个造型的铜 铜的铜钟 这两个都蛮好看 还有这个 这也有一种提着的一个小怀表 手提着 很漂亮 非常漂亮 漂亮 这是个什么 这个算账的鸡子 对对对对 餐厅里的 这是洛桑产的 你看瑞士洛桑产的 这是办公室算账用的 技术的 瑞士人打娘胎 出来就会算账 这种老烟斗 还有老钥匙 90块钱一把的大桶钥匙 这烟斗也很漂亮 你看这烟斗真的是有点 对 这那个秤 以前那个古代的那种秤 对 这个上次咱们看到还有一个是在荷兰生产的 中世纪的时候 岛药用的 就是做那个 因为瑞士很喜欢草本的药 就跟咱们中国中药似的 他们就会拿这个 对 瑞士的 也行 这全是制药的 老的瓶瓶罐罐 全是制药的 整个是制药的一个做法 制药也是这样的蒸馏出来 然后又成到这种瓶子里 其实跟中药的一样的蒸馏好 这是腊肠狗 这好好看啊 它有四只腊肠狗 四只猫猫 这个好好看哈 刀架 那个德语怎么说猫还叫什么 这是那个威之五姿的 小的海星河 也蛮好看的 然后狗是混的 混的 这个蛮好看的 是什么一个冠军 小罐 小罐 也蛮好看的 你看这个奶奶卖的这个鸟笼子耳环是银的 它有点发黑了 它没洗出来 但蛮好看的 还挺好看的 银具 哇这个蛋画的也太好看了 看 这个蛋 超美的 咱们不论怎么说 在这做买卖 至少这景色是太治愈了 这往这 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有好多银币和金币 然后还有一些瑞士的老的钱币 还挺有意思的 是有一些货的小罐子 陶瓷都看到了吗 日本的 这个化工也不像中国 轻啊 什么 这波尔尼产的小木盒 好轻啊 波尔尼真是出木工的地儿 好像瑞士好多什么花梨木什么的 也都是波尔尼出的比较低 花梨木的精油 他们会去做身体按摩 特别好味 超甜 这是木头的 木雕的 120克真便宜 但是他说了不一定准 好不好得凶 你这个凶就好几千了 这是他的 他那个钟摆 钟摆 这是他的 逛着逛着市场还下起雨了 我们刚才就从这桥上出来 这外面好大全市市场这个村里 你看 所以我们待会就沿着这儿去 来回转一转 看看有没有大家个喜欢的东西 你看这就是那种瑞士花梨木 小木盒 这里面的应该都是银的了 因为这里面是都放在柜子里了 就比较珍稀一点了 银器 能听他们俩沟通这个方式真有意思 你看里面这个柜子里全是银的 好 全是银器 虽然它有点黑 其实回去拿那个擦银布一擦 就非常非常亮 这个银壶也蛮好看 你看那个木瓣的 木瓣银壶 很漂亮 这是西市的柴野罐吧 柴野罐老外的 这是日本的对吧 咱们那个去日本吃饭的时候好多餐县 一万里的那个 类似于一万里的那个 25块钱所有的 好便宜 日本的 日本的就是不值钱呀 这就像那个工艺品 你不觉得吗 就是那个纪念品商店卖的 卖的那种 以前北京友谊商店 友谊商店卖的 好多这种 好多这种 这个日本的小罐 这个日本的小罐 还是小人物的 你看就是穿着和服的 你看 好可爱 但是他这日本的也是个老的 这个38块钱很便宜 这个日本的这种 福寿桃 福寿档 这是日本的 这个小平人也挺喜庆的 这是那个什么 谭城老唐卡 但很小服的 我觉得蛮好看的 蛮好的 可以 买吗 可以 可以拿 30块钱 这很小服的 虽然很小服 但很漂亮 很棒 而且他这个矿都给你做好了 所以你就回去一挂着我 蛮好看 我家生孩子 当时给了陶姨这车 这车太赞了 太好看了 我特别喜欢这种车 你知道那种以前的时候 人贵族推的那种 小婴儿车 复古啊 皮的特别好 里面这个小宝宝的车 复古风 你看这还有一个 这有点贵哦 他这个100 他这就是梅森的一套的 咱们买过的那个 他是个桃子 桃子造型 梅森好了 嗯 580 还挺漂亮 其实这个香料还蛮 金的 那就说明它是18块钱 但是价格不便宜 价格不便宜 那滚了 圣外妈同事 够了 吃了 背着 飞行往事 饿了 冠着包饿了 要先吃一个 对 烤肠 好吃吗 你看瑞士就是钟表王国 这些 只要有盏就肯定有钟 它那个钟好 他有问题 这个? 他有特色 他有问题 他应该是 你看他月相 知道吗 他应该是 他应该是 你看他月相 知道吗 他应该是 这个报时钟 这是 那日相月相 不不不 而且他修好了 这个店主已经把他修好了 对 好 好 嗯 因为做钟表的木头都是特别好的木头 非常好 很好的木头 但也不能复制 这是完全品牌的钟 很轻的 比较轻的 对 很轻 你看他这个 哦 有别的 噔 这是高声 这好听 对 好听 你听 越来声越大 整点 这是整点报声 我们看看很多中国的东西 开业 这个还真是个老板 二百五还挺贵 青花的 嗯 一个小 算是鼻喜还是什么 真好看 上面还有一个仙人指路 哪儿 还有这个 小花瓶都是中国的 中间那是日本的 哎 这个是 香炉 香炉 小香炉 感觉这个还是日本的 你看看 日本香炉 日本的 美葱梅 日本韩国都差不多 差不多都是这个东西 日本香炉 中关小木盒 这个一般 我们到了一个边的这个小型工作室里 都支表工作室 都是支表器 嗯 这还给你们呢 只带着 自己的工作室 自己几个人 就是一不压身啊 真是一不压身 我发现学支表真是赚钱的好业 你看在同学玩的款 还是属于超多的 我们那个时候 小时候受的教育 都是不能当工人 不能当计较 然后都得要考大学 实际上 真的 现在发现真的是错了 但是我们手里就是吃一杯 一不压身 这就是那转马器 你们家要是有个十块二十块的 你就买两个这个转 天天你不带你就得转 跟大风轮似的 机械表 汽车一样 你老不开它就换坏 对 西械表也一样 你都得转 干一杯的吃一杯太厉害了 从边上看它颜色是变化的 那个贝壳款 特别亮啊 真的好漂亮 白贝壳 我说在这些小的手工店里面 我觉得手表反而不见得 比大厂的这些手表来的差 对 这个也是世界时 你看到吗 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有很多这个 各种工艺在里面 对 真的很漂亮 看了价格 对吧 瑞士制造 不到一万块钱 人民币 你看瑞士制造 嗯 其实是小厂的表姨妈 日向月向什么都有 我觉得挺好看的 而且都老公的 很好看 戴一个吗 这很好看 这油股的衣服 是一部留神 又买了一个 鲜亮 跟隔绿带还挺好看 因为它是粉色的 所以我就特喜欢 但是今天这衣服有点不搭 过了粉色和衣料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那多少 好看 good 这你便宜好开心 超好看的烟斗 还有一个红色的我也好喜欢 红色的超级棒 我今天收获了一张糖卡 然后还买了烟斗 然后还买了这个粥 这个豹石粥 我们今天逛的特别开心 因为在这个村子里 叫阿尔贝格这小村里 特别特别漂亮 而且今天刚开始下雨 现在阳光明卫 然后我们在这也收获了 我们特别喜欢 然后我们还有几件 还要去待会去想一想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